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科蒂斯副总统的妹妹在华盛顿给失业者分配食物 罕见老照片 二战前的美国女人生活真是冰火两重天 经济危机的影响是持久的 尽管最严重的时期已经过去 可直到1939年 美国才差不多恢复了元气 然而这已是二战前夜了 在这期间 美国人过着冰火两重天的生活 今天我们就通过美国的女人们 来感受一下那个差 据明显的社会 这是有钱人家的女子们 穿着泳装在短短饿吃豆乐 1933年 黑灯瞎火的 一袭黑裙的女人们 举着白纸黑色的牌子 说他们要啤酒 这年12月8日 维持了13年10个月的美国禁酒令 终于被废除 不过 现在美国还有一些地方禁酒 有趣的是 去研究 禁酒地区的酒价率 反而比其他地区高 大概是喝酒机会难得 对酒的渴求更胜 一喝就得喝高吧 既如此 还不如不尽呢 1934年的麦阿密海滩 穿着泳装的妹子们 嘲笑着那块标志 标志上写着什么 六山门证告妹子们 大美对里 海滩不得穿露肉装 当上面几头的女人们悠闲度假 有那闲情去教解男人们 强加的道德规范时 美国还有另一些女人 过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这是1937年 在加利福尼亚 滴王谷的移民农场里 做饭的女子 看看她的厨房 大风一吹 只怕就吹走了 一 938年 新德西州 一个正在搬草莓的妹子 衣衫破烂了她 从别的州移居来的 背景离乡只因三个字活下去 1939年 被安置在加利福尼亚的德克萨斯家庭 1940年 还有很多人在移民劳动营里做事 不过他们的工作条件已显著好转了 尽管八张照片比起来 美国当年的女人们 似乎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实际上 她们争来得诸如不穿 把身体遮得颜面实实地涌装的权力 那些生活在移民营里的女人们 同样可以享受 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 一类人做一类人的事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